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利时会非常激烈 非常艰苦 比赛开始后 双方进前主力 日本队队长古赫沙里纳没有首发 代替他的事实穿真右 比利时贺博茨让森丝领先首发 第一局 日本队开局一船不稳 比利时抓住机会连续得分 4比1领跑 日本队稳住阵脚迅速追分 6比8 8比8 并且以10比8反超 比利时顽强咬住比分 14比14后连得3分 17比14 迫使日本队暂停 20比16 比利时扩大分差 23比19 25比22 比利时先拔头筹 第二局 日本队果断变阵 祭出MBA阵容 古赫沙里纳和身高1.81米的公布蓝驴登场 日本队拼发球奇效 7比1梦幻开局 11比4牢牢压制 比利时顽强追赶 12比8逼迫日本暂停 暂停回来 日本队稳住局面扩大分差 18比12时比利时暂停 20比15 日本队优势依旧 比利时毫不放弃 21比18 日本队第二次暂停 回来后进攻连续下球 25比20 日本队搬回一场 第三局 日本队开局4比1领先 比利时迅速反击 追成4比4 日本队寸步不让环以颜色 9比4再次领先 比利时陷入被动 13比6 日本队不断扩大比分 20比13 日本队越战越勇 越打越自信 比利时一筹莫展 难挽颓势 25比16 日本队再下一城 第四局 比利时队没有退路 放手一搏 逐渐适用了日本队 安毕一战术打法 他们逐渐缓了过来 开局阶段急遥比分 局面胶着 11比11后 日本队抓住机会 15比12超出 比利时紧追不舍 但回天无力 20比18 25比22 日本女排胜出 从而3比1逆转 迎来第二阶段开门红 本场比赛 日本队的转机出现在 争过正义第二局 果断变阵上 他派出了其他队伍 很少用的安毕一战术 这个战术的核心 市场上只保留一名复攻 也就是把篮网差 进攻差的复攻 换成进攻能力突出的边攻 攻步蓝尼 由此达到攻击力最大化 这一战术 真国正义 在里约周期 做过试验定位成功 但他初心不改 重新执掌 日本女排率赢后再度尝试 市井赛前的热身赛上 日本女排 就是用这个战术 逆转战胜了荷兰 给了真国正义一定的信心 市井赛第一阶段 日本女排 并没有用安毕一战术 尤其和中国对比拼 最终0比3失利也没有辨证 可见真国正义留了一手 想把这种稀奇的战术 用在更关键的淘汰赛阶段 中国女排必须及早应对 做足困难准备 恭喜日本女排 比利时女排辛苦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